欢迎收看2100整点新闻 我是林佩杰 新闻一开始来关心 Omcron已经进入到社区 有病例输室多点散发 指挥中心宣布 今天新增了12例的本土 其中3例是台北某医院的院内感染 而另外9例都是逃击案的相关确诊 包含了居服员干妹妹的电子厂同事 以及她照顾的家庭成员 连她儿子安亲班同学的母亲也都染疫了 光是居服员就一传十三 专家认为国内的本土疫情已经变严重了 分析至少有四波的传染 而且还会再扩大 本土疫情拉紧报 11号新增确诊再度破两位数 一共有12例本土 其中9例都是逃击案相关确诊 居服员为核心 她也传给她小孩 她上班的地方总共有5位 是被采了确诊 居服员的干妹妹案17507 在一间电子厂上班 指挥中心匡列职场同事裁检 结果验出私立确诊 CT值从20.2到27 都是无症状和轻症 除此之外 居服员案17472 她儿子安亲班同学的妈妈也被传染 而居服员照顾过的家庭 也新增两名确诊 分别是指标个案男童的 爸爸跟姐姐都染疫 两个人曾在1月8号一采婴 后来出现症状 裁检确诊等于一传十三 另外包含清洁员的相关群聚 再增加两例家人确诊 桃园市府研判 桃机案已经出现了四条传播链 一条是防疫司机 一条是保全清洁员 更衍生出金嗓歌友会 另外一条是首推车员 衍生出家庭职场感染 包含学校感染 目前居家隔离人数 已经高达813人 这至少是一个第四波的传染 目前台湾的疫情 算是有点严重 可预见的将来 它还会继续再扩大 单日新增九例确诊 多点爆发 其中还有人质二采才阳性 专家分析 Omicron惊人的传播力 恐怕已经在社区里面 买下多条隐形传播链 记者周天杰 王一仲台北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